早晨,今天是11月14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開市直擊》 我們今早有虎途證券高級策略詩譚志樂 和譚海運陪你一起開始 Arnold,今天大使有什麼焦點? 焦點上其實是優惠力 今天當然可能看一些內地的經濟數據 但是市場正在消化 但是我覺得未來來說 大家其實最值得去關注 兩件事,特別是美國的CPI數據 因為市場特別近一個星期 對於加息的預期有少許分歧 其實是沒有的 利率期貨就很肯定地覺得不會再加息 不過聯署的官員不斷地放風 或者提及一些比較鷹派的言論 令到這個數據上都可能會令到市場震躲 我以為就是講到CPI 港股上始終都離不去兩方面 一些大廣報告我們待會會說 以及一概的中概股 亞里亞、京東、騰訊 在這個星期會輪流出業績 他們的業績我相信都會再後回市場 所以整體現言 我覺得最主要是關注業績 以及特別美國CPI方面 這兩個最主要的兩大因素 以及氣氛上 看看習慣會 會怎樣影響香港後市的情況 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投資方面有問題 歡迎你Whatsapp 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 香港經濟日報 HKETM 在聊天室內 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待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是個別發展的 道指上升 納指和標普500指數要下跌 投資者官網今晚公佈的通脹數據 美股三大指數都是低開的 道指中段一度到升122點 收市升幅收窄到54點 收報34,337點 納指跌30點收市 報13,767點 標指跌3點 報44,111點 納指金龍中國指數上升0.8% 歐洲股市普遍向上 看看焦點美股方面 是個別發展的 Tesla升4% Meta靠穩 蘋果要跌近1% 外電報道 中國或者有機會 在這個星期內 會採購波音737 MAX客機 帶動波音股價升4% 以月託證券形式 在美國買賣的科網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 是個別發展的 美團騰訊比本港上日收市為高 星期四公佈業績網易 比本港上日收市落高 折合179.78 今日公佈業績的京東 繼續在100元邊徘徊 折合100.53 匯控比本港收市落高 折合58.43 另外比亞迪折合244.31 兩隻股份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看看亞太區的情況 日經平均指數早段做好 升0.4% 最新升127點 報32,713點 首爾綜合指數向上 升幅超過1% 升32點 報2436點 昇離普通股指數升54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升31點 看來新格巴加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升100點左右 恆指去17500點左右的水平 稍後會和阿諾談談 對港股後市的看法 現在談談 今晚的重中之重就是CPI數據 市場預期 10月份的數據比上月有所回落 9月份的數據是3.7% 最新公佈的數據 市場預期會升3.3% 按月的升幅 維持在0.3% 至於核心的CPI 按年上升4.1% 和9月份的數據一樣 摩根士丹尼發表 2024年的展望報告 預計聯儲局 將會持續在高利率水平 直到通脹接近2.5% 兼且明顯有一個下降的情況 預料聯播基金利率 會在5.25至5.5% 持續到明年6月 明年6月第一次減息25點 未來之後會再進一步減息25點 最後每次政策會議都會下調25點 美國經濟方面 大摩預期 美國經濟增長會從今年的2.4% 方換到明年的1.9% 2025年就是1.4% 現在的情況就是 全球最招著CPI數據 以及投射到怎樣看加息的看法 你又如何預視接下來的息口走勢 以及這個息口走勢 你預期會怎樣影響美股接下來的走勢 其實預期了息口就應該見頂 我就不覺得會再進一步加息的 正如剛剛我開始說 現在市場的半空點都是說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說的 都仍然會比較影響 因為始終通脹的CPI 一定是在他們目標上 他們在言論政治角度上面都會說 沒有可能跟你說頂住先忍住先 之後會沒事的了 沒有可能用這樣的狀況 所以言論上不斷放說會加息 還需要有加息的可能性 但我覺得正如我們過去一年這樣說 當你在考慮這件事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看整個利率期貨 利率期貨現在其實都不僅 沒有什麼人覺得會有機會加息 甚至到明年 之前最快最快去到五月的時間 覺得會減息的 現在說到年中 都是六月份左右的時間 其實如果你看到市場上面 包括美股向來比較看得淡的 自然是摩根斯丹尼 摩根斯丹尼 大摩、細摩那些 都已經開始轉軚 他們都覺得整個美國的經濟向下 他們唯獨就是寫的那些 因為他們本身談不開 未能夠確認 就是當確認債息向下 持續通脹的時候 他們就有個美股會升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是說什麼時候確認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這樣捕捉美股短線走勢 譬如你問會會不會還升上去 當確認通脹是下跌 債息真的見頂壓 是確認 很多時候確認 不是已經見了頂 是整個下跌的情況下 美股已經正在走 或者貼近52周高位 所以相反地 現在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整個加息預期 已經壓到一個很低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星期要看CPI 是一個重要指標 因為CPI會不會說出現一個數字 就是令到整個市場的眼鏡 我覺得機會沒有 究竟為什麼CPI 實際狀況是怎樣 其實就是固然第一方面 油價在近期來說 就是近這一年來講 推升整個通脹的最主要因素 但其實不是的 另一方面就是說一些息率 特別說美國債息升了那麼多 聯儲局加了那麼多次息 令到說公樓 或者房屋上面那些按揭利率 例如說現在很多美國人 就算有一個很良好的叫做 credit record 就是說那個叫做信貸評級 說公樓的利率都要八里左右 所以導致到就是 說租金回報率要不斷升 要加租 要推高上去 失業率又不高 但是問題就是這些因素 是由美國的兩厘 推到五厘 固然就不斷地升 但其實現在維持了一個高利率 就是聯儲局近幾次都沒有怎麼加息 所以同樣地這些通脹壓力 應該是會放慢 這些受到政策影響的因素 另一方面就是說這些 即是說房企 租金升了很多上來 其實已經是削弱了 可能說美國人可以說 就是可分配的收入 就是簡單一點 就是交了這些必要開支之後 整體的收入是慢了 所以你看回整個2024年經濟展望 例如最近的大安報告 不要只看目標價等等 看2024年的經濟展望上面 很多都看到說 夏年美國的經濟增長 放慢 樂觀一點還有2% 有些覺得會更慢一點 而最重要就是近一兩個月 出的飛龍 或者ADP數據上面 整體而言就是看到 軟著陸的情境 就是失業率不高 但與此同時 人工升幅明顯地放慢 其實是合理的 但是你不可能說 美國人工升幅上面 長期處於一個高單位數字 甚至雙位數字增長 所以你說通常見頂 其實機會非常之大 特別說 當上年的基數效應 這麼高的情況下 你CPI在未來來說 一定會放慢的 但是你說能否去到2% 我覺得如果你說 除非短時間突然間有減息 那這個又不是 是 相反對你現在說 利率只維持在5厘這些位置 那個快力已經足夠了 我覺得 因為一個最主要問題 就是說公樓公車 整體的實際利率 大概8厘9厘左右 這個狀況是會導致到 美國的經濟轉弱 一段比較明顯的施加 所以現在市場 我覺得去到 不是在估計 明天或者下個月 就馬上減息 現在市場是在價錢 在5月份開始減息 這個預期其實我覺得是合理的 所以當有個合理的預期 最重要就是 正如有很多大安報告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美股沒有出現一個叫EPS 向下 就是企業盈利能力上 沒有一個明顯向下的情況 所以當經濟仍然 我們叫做 so far so good 的情況下 美股今年來講 整體看法上 我都看錯的 但是我想年中上 開始確認就是 遠在六個可能性 真的比較大 這些位置的時候 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不如這樣說 現在看到主流意見 都認為六月會開始減息 即是聯儲局口中的 high for longer 就是5.25至5.5厘 就維持著一個半年的時間 如果這個息口 在一個叫相對高位 維持一段都不短時間的時候 你預期美股是在現水平橫行 還是會在一個走勢上方向 你會怎樣預期 其實看情況 未必只能說息率整體怎樣變 譬如說現在市場預期 剛剛說六月減息 之前也試過會退 之前也試過退到年底 才覺得會減息 現在又退回到年中 其實會不會退到年頭上減息 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但問題就是這個可能性出現的情況下 就是美國要跌很多 那又是糟糕 所以其實大家不要想著就是減息 就等於一定馬上是好 現在說最重要的狀況 是一個scenario 是美國處於一個叫Soft Landing 軟著陸的狀況 其實如果你看回一些歷史數據上面 美國的經濟 或者這些成熟國家的經濟 要出現軟著陸 本身是一件很難很難的事 其實如果你看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那些數據上說 真的成功出現軟著陸 一至兩次而已 你相反來說很多時候 整個經濟是出現軟著陸 無端端就爆了一些雷曼人事件等等 那些狀況在那裡 但是為什麼這次能夠成功 我相信最歸功的原因 不是說我們的 但是傳媒上面 就是說你看回整個2023年 大家經常說經濟衰退 就是債息到經濟衰退 這件事情就是出現太多次 市場現在本身處於一個很警告的信心 簡單點這樣說就是 剛剛提及到 美國現在說很多 美國人上面的開支很高很多 但是人工他們第一方面有特性 第二方面他們不會亂洗錢 就是他們不會說 加完一剩人工之後 馬上拿去消費 錄多些卡等等 他們知道利率高 相反地 特別經歷完前幾年的高分之後 有一個儲蓄的習慣 導致到就是 那個境界深強 當在整個企業 整個美國居民 整個美國市場上面 有一個很強對經濟出退的境界深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配合這個 scenario就可以出現一個叫軟著陸的狀況 現在既然出現軟著陸 就是在整個軟著陸的情況下 就是失業率沒有大勝 企業的盈利能力只不過是放慢 不是說EPS上下 正確然都是有增長的 所以又要回到美國的估值 現階段的估值 是不是叫做貴得很離譜 跟中港港股A股比 當然是貴 但是實際上如果配合EPS 即是配合10年標準差 這樣就算了 未算貴得很離譜 所以我覺得短期來說 應該還有機會 向上市高位 甚至挑戰一些52座高位 是有的 但是去到52座高位的時候 就真的開始貴得有點過分了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就是在氣氛良好的情況下 美股還是推升 在這個升的過程上面 會有些什麼 我覺得如果對於投資者有貨 當然繼續拿著 沒有貨的 你拿著一些 或者你買一些巨型 Mega明星股 大家熟悉的 七大明星股 例如在Microsoft、Amazon那類型的股份上 這類型股份上可以的 但如果你短線走去追 因為近期市場 特別是11月份開始 你去追一些 二線一點點的科技股 即是說Catherine Wood 之前很喜歡的那些股份 你會發現在11月份 那些股份全部都噴噴聲 有些出現業績升兩成、三成 你選擇去追那類型的股份上面 那些只不過是高風險、高回報的 那幫一旦就是 在軟續六個過程上 會不會分化得很厲害 這個情況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覺得 美股的策略就會很清晰的 你有貨的就拿著 沒有貨的 我覺得整體研究這些大型的明星股 Mega股 特別是出現業績之後會好些 但Andivia就是在說 那麼多隻明星股當中 之後就是美股整個業績期 最後的大隻的籃籌股 有貨都會建議繼續拿著 但是你說整體部署策略上面 美股會比較建議出現業績 才去做部署 封面 總之 封面 有限 있나 你 有限 有限 有限